第是否存在天,不仁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 孔子说过过罪于天,无所导也。 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又为天理。 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唯唯乎,唯天唯大唯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 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忍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恶其体肤,空伐其身,情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乱其所不能。 道大道无行,生欲天地。 大道无行,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将将万物,无不知其名。 向明曰道。 新晋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知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让人无可推回。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 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 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明明中的主宰。 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 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 成是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 若事情已经绝望了。 我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自回生时。 我们会高庆地说天底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 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 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便是。 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 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 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 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泡汉宇宙合为妙自然。 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 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派出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新约约翰福音第一,三圣经创世纪一点零一分。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咒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须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 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 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 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 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因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 就如大雅所说的英知未丧失,克佩上帝。 诸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 小雅所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 既是诸子和诚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 参考分成天,好。 诸子和诸子。